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前那种练金术就是说你不是金的东西硬练成它是金 但是我们今时今日的练金术很多时候就是说 怎样在一些明明有金的成份很稀疏的环境里面 怎样可以集中那些金出来呢?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练就不是真是无中生有 而是怎样真是化学上面把它调到集中的意思 所以今时今日很严谨地说有没有练金术呢? 你一定要遵守那个化学的科学的规律在里面 但是香港也有人做的 我以前在那个网台那里 经常走过鸭寮街嘛 有些非洲朋友经常在那里的 他们做了那些电器 那你猜他们做什么呢? 说得明一点 电子垃圾其实很多人一直是收集的 那些东西呢 为什么那些废电脑啊? 以前就有些大牛龟形光幕啦 后来就所有的废气电脑啦 乃至所有的电子零件线路板你发觉都有人收的 原来呢 发觉呢 收集的其中一个目的呢 要在里面提取一些贵重金属和稀有金属出来 那这件事就很有趣的 我们一直就觉得呢 你去金矿挖金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了 但是现在呢 慢慢发觉就是说呢 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些的产品的残余里面去提煉出来呢 可以是更加环保之余 也都甚至乎是更加合乎经济效益的 其中一个我们最早发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菲林那里提煉出来 是不是?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用菲林用的越来越少啦 以前我们就经常用菲林的 就是说以前我以前大约都是20年前左右啦 记得我20年前还是出外旅行 都还是会拿着菲林相机的 都还要特意去买几桶菲林的 那那些菲林是用完之后会特意是拿回来 是那些人会收回里面去提煉一些银出来的 是不是? 好了 到现在原来就是电子垃圾面其实很多黄金 也都有人提过就是说 那个金价呢 原来一路越升的话呢 就越是多人喜欢从电子垃圾里提煉那个金出来 因为就是令到它划算 令到这件事 很多时候呢 你能不能够练到那个黄金出来呢? 是很看你的那个原材料需要多少个加工的步骤 才能够练到金出来 所以一路你发觉在网上你很容易找到的 如果给一堆线路板给你 那些很多很多种的 不一定是电脑的线路板 可能是你不用的SIM卡 你的电话不用 里面的线路板拆了出来 旧电脑 旧的屏幕 总之是你有线路板上面 有那些金属接触的那些contact位呢 金光闪闪的那些呢 很多时候就是有黄金在那里的 那你将它搜集回来 练金出来呢 很多的片子是教你怎么去做的 而很有趣啊 我就不是太鼓励大家去试的 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腐蝕性的液体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密闭环境里做呢 由那些腐蝕性液体产生出来的那些气体 就很伤你的肺子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在香港呢 其实是很多人是叫做尝试很低成本 都不是叫做很偷偷地去做的了 比如说你说在哪里呢 有一段时间 现在可能少了 在那些新界西北的那些 不再耕田的那些货柜牆呢 其中有几档呢 就很喜欢收集 专系收集了这些电子垃圾 那些电子垃圾呢 就会在那些这样的废气农地 那些货柜牆里面 就直接在里面去练的 都有 就将那些电子垃圾里面的东西 就尽量地交那些线拆出来 然后就拿过线路板 就将那些溶液在里面 就尝试去练回 就是可以练到黄金出来的 那最后赚不赚到钱 就看你去 找不找到便宜的人力和材料去做 所以其实现在呢 那些人为了赚钱 和为了保护环境的需要 是很多人很乐意去发展一些很便宜的方法 从线路板那里练回一些金出来的 那但是刚才你说的 在那个废气场那里 其实那里都不可以环保的 对于做的人来说 很伤身体的 是的 还有你那个过程里面 你怎样处理那些废水呢 是很重要的课题来的 那在这里呢 可以大约讲一讲它的过程先 这里讲的过程 你就知道其实里面是可以挺骯髒 还有挺麻烦 还有就是一会儿才介绍台长 展示出来的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说 有人找到一样更加省水省力的方法 你如果现在在网上去找 怎样去叫做recover gold 将那些金去拿 由线路板拿出来呢 那个标准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 那些线路板拿了回来 不断拆一拆它 将那些尘土那些 没有用的那些胶 就很容易撕走那些 尽量撕走那些 尽量撕走那些 尽量是只剩一块板 将那堆板呢 尽量也可以拆得出来 拆小它 因为令到表面积提高 就令到你更加容易 可以将上面那些稀有金属 拿出来 用什么去拿呢 你要用强酸去拿 那就是 很多人就说 你用漂白水再加一些 雙氧水溝下去呢 都拿到的了 它拿的作用呢 就是令到线路板上面 托在那个黄金下面 那些这样的 導电金属 比如是铜 或者是Nickel 就是Lib 这些金属呢 是可以吃走了去 它一吃走了去 那些金呢 黄金没有东西托着 就会自动飞出来了 那就是说 我们最主要 就是首先的地步 就是要用一些化学的液体 把那些上面铺上去的金属 令它和下面载着 那个线路板的底板分离了 那这些 无论是CPU接触的那些针头啊 或者是那些所有插头 全部都有那些黄金的成分在那裡 那就全部拿出来 拿完出来 当然你最好可能还拆一拆 令到那些还没拿出来的 那些都可以全部拿出来 那那个中间就需要用到那些已经是腐蚀性了 那所以呢 你都不可以在室内那里去做 还有你不用眼罩啊 你穿那些衣服 你那些没有保护衣物 你很容易伤到皮肤 甚至伤到眼睛 非常之不适合在家居环境那里做 拿完出来之后 那堆这样的液体呢 你会发觉有绿色那堆东西 你就要把它呢 倒在一个漏斗上面 找一些东西去加一格 那隔的东西呢 你可以是怎样呢 有些人就用那些咖啡的类子都有的 都会有的 那当然你用那些幼小的类子 就效果会好些 就把那些渣就先隔了出来 还要有时隔不止一次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隔了出来之后 不是立刻就可以了 你需要呢 可能再加多一些的添加剂 那起码你就是想去把那些东西先中和 那些中和了的液体 不要的 就是已经是隔了一些渣你就要留回 出来的那些东西呢 你就再隔一隔 就剩下的那些液体呢 你都不想它是强酸强简的 中和回去之后才去倒下去 不要直接去倒下去 不要直接去倒下去 要不然就拿渣的 辛辛苦苦累出来那堆渣呢 你呢 就要 就是 裡面就剩下很多的那些重金属 在那裡了 然後呢 你就去把它 去 灯回 灯回干 灯回干 那些水分走了之后呢 你就再找那些火来去加热 燒走了一些 就是 無谓的成份 就是如果裡面是有些碳的成份呢 你就 把那些火燒一燒它 就令它變成二氧化碳走了 剩下的東西呢 就是那堆重金屬在那裡 那很多時候就有些銅啊 還有大部分就是黃金啊 那些金屬就會 就是 留在那裡 那就會出了一粒東西出來的 那些人講 通常提煉的過程呢 就是 你如果儲得有四、五十塊 這樣的motherboard 你最後都可以煉到 一兩克的黃金出來 是不是 就是你都忍不住笑 你會覺得很不合乎成本的效益 就是做餐寫就得了一點 那些金這麼貴 是的 所以其實你是否這樣做呢 很視乎那時候的金價是怎樣的 其實真的是 還有你的人力資源 譬如說你找到很便宜的人 就是這些勞工 勞是勞弟的勞 是啊 我見香港那時候 專門找到巴基斯坦裔的人去做這些事情 我在馬尼加見是黑人多的 但是黑人當然不在香港做 他回家鄉 都有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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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世界為什麼 曾幾何時這麼多 那些跨州跨國的 那些運送電子垃圾那些活動 其實就是在那裏練金 其實就是 哦 原來就是練金 是啊 而且很多時候 有些地方 在那裏練完金之後 發覺在那裏的人力成本不夠便宜了 夠膽死拿回那個地方來種菜都有 有啊 是啊 是啊 那於是不叫做重金屬菜就是這樣來 是不是 那菜哪個吃呢 大家自己想想 香港人吃不少的 我跟你說 吃不少這些菜 是啊 那這些菜哪裏呢 大家心裡有數 那你既然你說 我也不怕說了 很多年前 南方都市報 廣州的報紙 頭版頭條 是啊 全廣東省的泥土 重金屬超標 是啊 其實就是這樣 是啊 不少是來自我家鄉的 就是那些 我組織的那些地方 是不是 那這裏就是題外環 那現在呢 其實就特別講一件事 為什麼要特意拿這件事出來講呢 原來就有人研究到 用一個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的方法 來去拿這些金出來的 因為剛才那個過程裏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的 其實就是你預備的那些強酸是最危險的 你要中和回去 倒出去才負責任 其實很多時候裡面 都是一些重金屬的廢水 是不是 那這些東西要處理是有成本的 那其中另外就是一個最大的成本來自什麼呢 你是過濾那些隔的那些渣出來的時候 你要那個等待的時間 你的過濾的材料是很貴的 我們是隔渣是為了想 就是令到裡面那些帶有金的那些渣 那些渣和那個液體是分離的 那好了 有人就想 我可不可以發明到一件事 那樣東西呢 就不是隔渣的 我弄了出來 放進去 它自動和我索了裡面那些金粒出來 就是用索的方法 就不需要再隔渣 直接那些渣走進去我索的那塊東西裡面 而索的那塊東西呢 最後呢 是很容易就是 將它找一把火一燒就燒走 就剩下那些金粒給我 如果你能夠找到這樣的東西呢 你就可以降低成本了 那在這裡呢 台長你show這個圖出來呢 你有沒有留意到呢 它呢 原來是弄了一塊東西 它就好像一塊說是海綿質的東西 是在那些重金屬液體 就是你從那些酸那裡拿完那些線路板 那些液體到在裡面 索的那些金的成份出來 那塊綿呢 是用什麼來做呢 原來呢 是用什麼呢 用乳清蛋白來做的 那台長你都知道 有些人玩 有操機的人 一定有識乳清蛋白這個湯 是不是 而這些乳清蛋白 不一定你說真的要在那些健身店裡 買乳清蛋白回來 很多日常生活的那些奶製品裡面 已經有這些乳清蛋白 你就從那裡拿那種乳清蛋白 甚至從雞蛋那裡拿出來 是不是 從蛋白那裡拿出來 將這種乳清蛋白呢 就首先也都用化學劑來調製過 用一些酸拿一拿去 令到它變成一種 好像一種啫喱狀的東西 然後再將它可以拆成一個 海綿狀的東西 就拿出來這一塊這樣的 這塊被製過的乳清蛋白棉 就放進去那些 剛剛拿完線路板那些融液那裡 就從那裡吸收 吸收了那些重金屬 包括那些黃金出來 出來這一塊 吸收了這些黃金的那塊東西 其實你直接將它加熱一燒 那些乳清蛋白那些東西就變成 燒走了那堆這樣的東西 剩下的那堆就自然就是那堆這樣的黃金了 在這裡他就試過 都是用了二十塊底板 就煉了多少金出來呢 都煉了半黑黃金出來的 其實你看到成效 是的 成效跟我們剛才說的差不多 但是它呢 你會發覺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少了那個慢慢隔類的過程 隔類的過程 你是需要時間成本和材料的 還有就是它那個更加簡化了 你再要加多少的其他的化學劑 來去調和那樣東西 令到它更容易隔到那些金屬殘渣出來 也都是省略了一些步驟 在這裡它沒有很仔細地說 整條秘方是怎麼做的 但是其實我想 在這裡你看到它都會公開的 不是什麼秘密來的 但是我想在這裡你會看到 它為很多那些環保回收業那裡 就提供了更加多的誘因 來去鼓勵那些廠商 將電子垃圾去回收 其實在這裡你會發覺 就好像我們現在聽到了 最後我覺得這種利益 就算你不是自己親手去做 你會發覺就是你肯去回收電子垃圾 你會更加容易去收到錢 那這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肯將利益 分給大眾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那個 有利於整個那個電子垃圾的環保回收業 但是它怎麼解釋那個蛋物質 可以吸收到那些金屬殘渣 這個就完全是化學來的了 他們就找到這一種這樣的 就是由乳清蛋白拆出來的 這些這樣的化學物質 就特別是吸金 其實它吸很多的重金屬元素的 但是零零射射是吸黃金 是吸得特別有效的 所以它就成為一個好的材料 來去做這些隔離的工作 剛才提到就是為什麼健身的人士 會特別是需要這些呢 就是因為這種蛋白 就是我們組成肌肉的一種元素 當然不是唯一元素 但是主要的元素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想成效比較快的話 就買一些奶粉 就每天堆 是的 它簡單容易吸收 容易轉化 是的 我們完成了四節科學生枝 下一節回來就是科學回憶 2022 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就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就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紀圖 對不起